目前活摘器官这个挑战人类道德底线的罪恶 正随着前重庆公安局长王立军投奔美领馆 提供绝密资料 以及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下台 他的妻子谷开来被判刑而浮出台面 两部描写中国大陆实施活摘器官的影片 不约而同的也指向了这个正在大陆发生的恐怖行径 而刚刚披露出来的山东烟台 法轮功学员贺秀玲 被中共活体摘取器官的实际情节 又为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增加了新的铁证 2009年 一对新婚的韩国夫妇去中国旅游 新娘被绑架 抓到了遗体发现内脏器官不翼而飞 韩国导演金红帅根据这起真实事件 拍摄了同谋者们影片 而今年台湾台北国际短片电影节中 手机两岸原创为电影大赛的参赛影片 被遗忘的日内瓦宣言被禁赛 主办单位无法给出合理解释 据报道 整件事似有一只不透明的黑手在幕后操控 影片支持者表示 被遗忘的日内瓦宣言 是一部发人省思的文艺作品 主办单位为何要介绍他参赛呢 是否更反证了中国大陆境内 真有活摘器官的情势 而遭中共企图掩盖真相 我相信不久以后 随着中共政权的进一步虚弱 随着中共这样罪行的进一步被曝光 会有越来越多的个人团体会站出来说话 中共现在在各个方面 都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 活摘器官这个事情被曝光以后 有可能会成为压垮中共的最后一根稻草 据报道 山东烟台市民贺秀林 因为修炼法轮功遭当局迫害 被非法关押期间 看守所以脑膜炎名义 送贺秀林进医院 家属在太平间发现他还有体温 并发现他的后腰部缠绕绷带 疑似肾脏被盗 贺秀林丈夫徐成本为妻子鸣不平 警方却想用10万元买通他不再上诉 当徐成本在网上曝光妻子 被活摘器官的第二天 却被警方抓走关押两年 去世时皮肤溃烂 知情者认为症状类似药物慢性中毒 大纪元新闻网引述知情者的消息说 贺秀林以脑膜炎入院 实际是作为肾脏的活共体 被摘除了肾脏 而且从眼部的异常来看 也可能同时被摘除了眼角膜 报道说 为了可以给亲属一个交代 610办公室人员 安排了自以为天衣无缝的计划 让被摘除肾脏后 奄奄一息的贺秀林 在痛苦中煎熬着 然后派人以看护为名监视他 不给打针 吃药也不给吃喝 等待他衰竭而死 并适用了使他无法说话的药物 让他临死前与亲属见一面 等他心脏停止跳动 马上向亲属通知死讯 迅速火化遗体 这样一个活摘的罪行 就被所谓脑膜炎病死的假象给掩盖了 见过尸体流泪吗 报道说 中共610没有想到 贺秀林在停尸房又有了心跳 脉搏还流了很多汗 尤其是在亲人的呼唤下流下了眼泪 由此揭开了这个惨烈真相的序幕 毕业于美国西奈山医学院 病理专业的王文怡博士 向新唐人表示 博西奈和王立军 追随江泽民迫害法轮功政策 两人在辽室期间已经犯下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 王立军呢 他手下的一个警察提到过他见过就是法轮功学员被活摘器官 而且在没有麻药的情况 活活地被摘去了心脏 王立军自己提到的 他在那两年内他现场心理研究中心做了几千个器官移植 他用那种死亡针打给那些人 然后呢 几分钟以后就去取他们的器官 大纪元认为 随着博西奈下台 王立军被捕 鼓开来被判刑 活摘器官这一挑战人类道德底线的恶行也浮出了水面 而当罪恶真相全部曝光时将震惊全球 新唐电视长春采访报导